关中对花悦耳动听的旋律 挥泻有趣的歌词的同时 更要参透它的重要意义 一 关中对花是对乡村青年进行家园意识 乡土观念 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教材 当一个人只有热爱自己的家乡时 才能谈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关中对花以形象的歌词 优美的旋律 问答启致 将美好的现实和愿景展现出来 对人们像真 像晒 像美的情感 起着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 二 关中对花的歌词淳朴明了 形象生动 眼瞼一干 赋予想象 意义深刻 朗朗上口 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采用呼应句式问答 以及一些称词 烘托气氛 即体现了 观中人 真诚实在的特点 又反映了观中人 嬉戏斗趣 幽默 诙谐的性格 同时 虚实接合手法的运用 借花 即兴 既美化了歌曲 又增添了淳朴的乡土气息 隐喻了美好的情感 三 观中对花旋律优美流畅 节奏自由 欢快 活泼 跳跃 曲式结构延极 撑枪的运用 既加强了语言的地方色彩 又渲染了幽默乐观的情趣 很多对花歌曲的音调 在明快 奔放 昂扬的基调中 柔和了一些委婉的因素 刚柔相继 兼容劳动歌曲 与抒情民歌的特点 四 观中对花 音域宽广 即高亢 刚健 又抒情缠绵 富有浓郁的西北民歌特色 五 观中对花式反映 观中人民一定历史时期生活 劳动 情感的活化史 这些畅想在田间地头 庭院内外的观中对花 反映了观中人民的劳动 生活 男女爱情和追求 真实地体现了 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和时代变化 六 观中对花 问答式形态的演唱形式 常常语 数续 时续 继续地叙述结合在一起 一起遗落 直露明白 具有引领知识 制造悬念的情趣 因此深受民间的喜爱 它既吸收了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 又互为影响 其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 与中国戏 与中国戏曲有着远远的血缘关系 相互影响 渗透 如歌剧刘三姐 黄梅戏打猪草 户剧安堂相会等 都有着精彩的问答式对唱 七 为了使音乐俏皮 委婉 活泼生动 观中对花 很多称枪的顿斗处 都用了长音和下滑音 有时以称字 称词来扩充曲调结构 所以在演唱时 要特别注意 只有处理好这些细节 才能唱出观中对花的情趣 观中对花 是我们观中人民 流传这辈子的警戒作品 我亲过 外婆唱过 我母亲唱过 现在我也在唱 我就先把这一警戒作品 传承下去 并反扬广大 尽管观中对花 这一艺术形式 为观中广大群众 所喜闻乐见 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它的生存 保护和发展 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一 随着现代媒体及娱乐 越来越多样化 流行歌曲 肥皂剧等 造成了观中对花的 生存环境 渐渐萎缩 观中对花渐渐失传 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二 缺乏保护意识 对民间文化的意义 认识不足 导致对其保护意识不够 三 抢救资金缺乏 保护工作 举步为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观中对花以及大多数民间文化 由于缺乏抢救资金 陷入艰难的生存困境 使保护工作难以为及 经营县委 县政府 在保护观中对花中 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组织专业人员 深入民间 采访建在的民间艺人 记录观中对花歌词及曲谱 归档保存 留作开发 保护研究之用 二 采取动态的创造性的开发性保护 采取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方法 组织专业人员 准备将其搬上舞台 使其传唱下去 三 关注和尊重观中对花的文化价值观 观中对花是劳动人民 优秀文化的结晶 有着丰富的艺术蕴含和价值观 金阳县在保护观中对花时 注意研究其所包含的人文思想 乡土意识 故土情节 关注和尊重其整体的文化价值 四 根据现役特点 尽快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整体规划 建立长效机制 不断加大经济扶持 保护优秀民间艺人 五 积极筹划使观中对花进入中小学课堂 通过对观中对花的学唱 使学生追溯观中的历史渊源 展现田园风光的农民生活 汲取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 六 联合乡邻县区将文化引入观光旅游进行共同保护 在旅游呈现由自然山水和历史名胜向民族民俗风情拓展的态势下 把观中对花纳入旅游 结合观中民俗活动 使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以及人文内涵相结合 在京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以及一大批热爱民间文化人士的保护下 那层畅想在田间地头 庭院内外的观中对花 将会重新在观中大地上绚烂的绽放 你给我亲上一个香菇儿花 哎哟 王妈 妈